大家好,今天是3月12日 直樹節,孫中山先生提倡出來的 今天是星期二,所以也有嚴正聲明 騙徒仍然有新事搞 第一,我講講一件事 那些傢伙完全落後於形勢 粉嶺農場已經完結了很久 現在還要找些粉嶺農場出來說什麼 所以記住,有件事 我並不會有任何Telegram、WhatsApp和Facebook 我認為這些都是可以讓別人作為騙局的行為 這個我認為是很簡單的 在1990年代初 我已經認為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電腦在網上可以無惡不作 當然也可以做善事 不過壞人呢 有兩個已經夠可以是 握了98個是好人的 所以記住 有懷疑 請打182月2 今天市場上升 很多人說165是阻力 165是阻力 166是阻力 168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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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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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鎔基 就要搞定中國有WTO的總理 總理階段有不同的工作 李強是要搞定了 這個是金融業 這方面 所以這一點是一定有一件事 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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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又認為 喂 那他不會托上去很多點 很多點 不會的 阿爺不是托市 他不是托升 他是托底 只是說不讓你跌到這裏 就是這麼多 那為什麼不可以讓你跌到這裏 因為根本已經有一個有價值 是吧 好似你告訴我 那些金山橙 或者不是金山橙 現在是和橙 他已經跌到這裏 10元10個了 譬如這樣說 你還想他跌多少呢 他又不是爛橙 沒有跌的嘛 所以在這裏他告訴你 價值就是在這裏 你買就可以買 不買也可以不買 不過呢 你買了 不會怎樣死 就是這麼多了 那他一定會要求公司做得好的 泰式要好等等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就真是很簡單了 這些不再講那麼多 講的時候又說 這個什麼什麼什麼 那今天就看吧 是吧 很簡單 好了 那再其次 我們看看這個 有哪些板塊上升 板塊上升 在電訊行業 很不錯 醫療行業也不錯 一二 大家換位 保險也不錯 都是三五換位 食物和飲料都在10和4之間 那運輸差一點 就是比較由28級到上來 就是由這個第考 28名的 現在上全班第五名 那就是真的 真是很大進步 那電訊服務的 最主要OK 因為有這個中波數據 突然升了38% 就拉光它上來 其實電訊服務 突然去到中國移動 還會跌少許 香港電訊服務 還會跌少許 其他東西都跌少許 所以這個不是那麼大的 是表現的 電訊營波就沒有什麼升跌 就是這麼多 那醫療保健的話 也是 那些細胞東西 是升多了 就是拉高了 所以醫療保健 不是真真正的升得那麼多 保險就很不同了 保險這次真真正正的升 你看到新華 中國太平 友邦 補城 中國平安 中國人壽 中安塞鮮 陽光保險全部都會升 所以這些全部都會升 保險是真正的辦法 食物這麼飲料 就是這樣看 這個六個仙的升上來 27% 三毛指上升了10% 一蚊雞升了10% 其他的 不是升了那麼多 不過 啤酒股是整體上升的 還有168% 不要忘記 雖然跌低了少少 不過仍然是可以升的 所以啤酒股 開始有些反應 運輸股方面 就是這方面 除了中風派 中國南方航 中國南方航 這些都升了上來 國泰又升了上來 其他這些都是細埋的 不過 我都說了 運輸股方面 是反映一件事 是整體中國的經濟方面 向著轉好 好 個別版派方面 你看看 騰訊升3% 小米升9% 其他這些等等 就是 哪些壞的 就是你看壞行指的 就壞了 就是這樣 財險也跌少少 再跟著我們去看看 就是有什麼故事可以留意 第一個可以留意的是 中華南方航空公司 中華南方航空公司 不是 忘記了說 這個是 旗子 旗子方已經上去了 我就是這樣說 旗子最好就是 現在支持力在160 大約應該在保利加通道底部 至中間 大約在這個位置 大約160度 在這個位置 這個很快 大約在底部上升 大約會升上來 上面這裏 就會更加升上去 上面我始終是看 那個 應該在這個 這個 六月左右之前 有望可以見到 是183 這裏 正如說過 可以留意 中華南方航空公司 謝謝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